你要這樣給我講 走 你硬拽著 我還能不去就不去 不可能嘛 是叫他 叫了很多次 他都不動於衷 那我就慢慢不叫了 你覺得你們缺乏 這種情感的交流 對 我沒有犯任何原則性的問題 吃喝嫖堵這些 我從來都不幹 做飯我也從來不說不做 我也都做得很好 脾氣我也改了 他人也很好啊 他沒有不好的地方 唯一不好就是有這個冷暴力嘛 第一 不能吵架 但凡吵架 每個十天半個月過不去 我也跟他說過 我說你只是一種冷暴力不好的 他不改啊 他還是這樣 他不接你電話 不理你 就是這樣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雖然都有各自的不愉快 但吵吵闹闹 磕磕绊绊 一直走到現在 期間周女士也提過分手 最后都因為種種原因不了了之 而這一回 周女士下定決心 要極限